我是武統團 武統的法委員 所以我那個時候定規發言 我是第一位一順的 那感覺就是怎樣 而且我前一幕就去那邊排隊 就像我買到一個 偶像的演唱會 我是策略排隊 名字要第一位起來一順 結果說有隔壁的 官媒來抗議 說整個演唱會沒辦 我這樣怎麼會吞下去 而且我們立法委員每一個人 過後都有民意的基礎 是希望說我們可以代表到這個選區 去接受到所謂民選總統 提名的檢察議長 這是人民給我們的證明 結果因為你個人 這個黨團這個 自己的黨的利益 自己黨的這個政治道歉 從哪裡到其他的小黨 包括時代理兩位 邱憲志他也很想起 我們準備很久 希望說可以好好問說 未來對檢察議長 結果競爭有一個政黨 給中國國民 為了他們的政治道歉 從來給這些人 全部沒辦法進來 這要叫我們怎麼吞下去 所以我的概念很簡單 如果你們真正很討厭 他拜託的 你閉起來你不要這順嘛 陳育長自己定義這順 今天又掛腳踏車 沒有去坐主席 再坐到外面 我覺得我們在民意哪裏看到 十二大地空中了 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歹系托棚 阿Q式的胜利 你怎么看 你抗争的方法也不对 为什么 如果说你觉得陈局这个人非常不合适 他有很多弊案的话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让你的 你的所有的立法员 你所有的助理 去高雄去各地去查 深挖陈局的弊案 你如果拿出证据来 你在立法院提出 这个证据确凿的话 我想民进党也不敢通过 也不敢通过了 一刀毙命了 对不对 如果你找到这个证据 比如说在日本 去年9月份 任命的一个法务大臣叫何景 这个人安倍任命一个月 后来他有会选的弊案 他自己就马上辞职了 因为他知道他扛不住 在日本的国会在野党的咨询 所以说他首先 他在国会上 而且自己放弃了去质疑的机会抗争 这个方法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没办法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看不清国民党的战略 就是在国会上 你要抗衡的话 你一定你有想要的东西 那么我最近也一直在研究 台湾的历史 那么台湾国会抗衡 最激烈的时候 应该是陈水扁前总统 在立法院当任 这个干市长的时代 他当时就是说 我们要冲突妥协进步 他当时是反对国民党的 就是军队的 就是他要求军队国家化 所以他每次抗衡之后 他都有一个落脚点 或者把比如总参谋长 叫给立法院咨询 他是有一个 我的抗衡 然后我再妥协 最后我达到一个进步的目的 那到底国民党这次他想要什么 这次如果说要进步的话 可能就是废除监察院 和废除考试院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 对台湾是加分的 因为就是说现在台湾 要想和国际社会接轨 像我们当记者 每次写稿子 要写监察院和考试院的 没办法写 因为外国没有对口的地方 我们都要写好几行说明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什么单位 以后台湾要走入国际社会的话 这几个明明是盲场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要改变的话 这个也许是进步 但是国民党还反对 好像是执政党在要求废职 国民党反对 所以这到底他占预是什么 他到底想要求什么 他追求的进步什么 根本看不出去 所以这个稿子我根本没办法写 是 这就是我们不解的地方 如果国民党你提出的是 要废除考试跟监察院的话 你学的管道是什么 除了一方面咨询之外 应该赶快好好的体验 如果你认为城局在高雄市长的气爆案当中 涉及的弊案的话 那你应该去告啊 而且呢 马系 马英九所提名的监察委员 在过去这段时间长达了八年 有没有调查 有耶 调查之后呢 有没有进行弹劾 弹劾会议里头最后结论是什么 根本没有过 而且呢 刚刚有特别提到的非常关键性 韩国瑜在出任高雄市长一年半的时间 多少资料都在他的手中 刚刚赵宇沙特别提到 他会放过吗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证据 一分一毫 看得出来 城局是涉及贪污的话 会放得过吗 问题的具体的证据到底在哪里 蔡宇 基本上我一直很纳闷 国民党非常的害怕面对城局 事实上整个国民党的策略 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把城局幽默化 因为他认为说 幽默化城局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他可以毁灭民进党在高雄 长久以来对高雄的一个贡献 那第二个他 透过幽默化城局 然后说好像民进党 是一个贪腐的一个结构 这是国民党想要创造的 可是他从后到尾 没有办法去讲出 那城局到底有什么弊案 到底有什么过错 这个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没有给社会的交代 但是他只用做个 LINE的一个贴图 然后就说城局有弊案啊 城局监察院有纠正他很多案 但是这些东西都很容易的 就可以戳破啊 我们只要去监察网站 用城局两个字 关键字搜索下去 发现在监察院 城局没有任何一案 所以国民党无法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看上礼拜 城局要来立法院拜会 这件事很单纯嘛 就是一个拜会 国民党不想面对他 你就不要让他来 结果他就挡 那今天有更 今天更矛盾的 礼拜五要行使同意权了 国民党的 这个发动 这个抗争的最好的时间点 是拜过嘛 你拜过同意权 如果你可以占据嘛 你可以让大家无法同意权嘛 然后让城局无法就任监察院长嘛 这达到你的目的啊 那今天是很好你国民党可以去行使你的质询 可以去行使你的发问 你的任何的一个对城局的质疑 如果在这个质询的过程 得到任何一点分数的话 我觉得都是国民党 或者是他的支持的一个党员 大家去希望的 就国民党不这样做 来你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教他好不好 他现在人在线上 我们在摄影棚内有国会观察基金会导姚立明老师 刚刚所听到是谁 民进党籍立法人蔡逸宇 以及日本产机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赵宇少老师 包括了民进党新北市员何波文 以及网路评论家温朗东 来我画面当中已经看到林维洲 在国民党立援党团总装 来维洲兄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而打 有人说你们搞错战场 练错兵 为何而打 谁赢了呢 为什么立法委员魏敏喉舌 为什么到最后不动口 而是动拳头 为什么呢 维洲兄 我要先跟民进党的朋友讲一下 民进党以前在野少数党的时候 这种动作不会比我们少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当然 以一个少数在野党 我们要凸显我们的议题 我们想要表达的意见有很多方式 当然咨询也是一种方式 抗争也是一种方式 这个是一种策略的选择 我刚刚已经有听到 这个蔡逸宜 这个同事讲到了说 陈菊在监察院里面 并没有任何一件案子 完全正确 但是他的机关 他的单位 他的下属 他的部署 一级主管 确实有很多的案件 在监察院 我们最质疑的就是这一点 他当时的高雄市长任内 他的机关 他的单位 环保署公务处 公务局 以及他的一级主管 现在还有很多调查案子 在监察院 包括说将来的 这个总统府秘书长任内的 失焉案 可能将来也会有案子 我们从来没有讲说 陈菊本身有案子在监察院 这个讲清楚 是 那我们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机关首长 马上转任监察院长 将来你面对你过去机关的案子 你要不要回避 你要如何处理 当你去做调查到最后说 这个不成立 人民会不会相信 这些都是考验着陈菊 将来当监察院长最大的考验 那维州兄你这个论述为什么不颁上立法院的执行台呢 好好去论述呢 如果有具体的事实 大概一方面应该有去提高 为什么选择用拳头的方式呢 来维州兄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透过像今天我们也在跟媒体朋友讲 我们要凸显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不应该的事情 你们只敢对媒体讲 今天可以直接问城局的机会 你们放弃了 你们有这么多的质疑就会问城局嘛 我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另外一个监察委员 我们也觉得不恰当 社会上已经有这么 这么多的公正的评论賴政昌 14年的伪建盖了又拆拆了又盖 然后呢 然后呢提名会改吗 会因为我去质询 会改提名吗你认为呢 所以啊作为一个少数在野党 有时候也是蛮无奈 我们只好拉高这个抗争的态势 让更多民众知道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你认为民众会声援 会站在你们这一边是不是 是不是 民众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声量 让民众更知道这些不恰当 这个就是作为在野党监督执政党 最好的方式嘛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执政党的投票行为啊 他们的票数比我们多 你认为会因为我质询了 我讲的还蛮有道理 賴政昌真的拆了又盖盖了又拆 然后他会换提名吗 哪一次他换过提名吗 来好你断定不会 为什么是寻求这样的战略方式 不是断定而是过去都如此 来来杨老师这边有问题要发言 来杨老师 我想刚才党团的林维舟 他提到的两点 我觉得恐怕跟事实并不太符合 第一点就是他城局所属的机关 或者是所属的部署 有很多的案件在监察院 那这个未来监察院长 如果是城局的话 恐怕有回避有利益的问题 等等等等的 事实上他恐怕完全不知道 监察院长包括现在的张宝雅 完全不能够自己调查案件 这个我了解啊 他既然不能调查案件 他也不能够干涉任何监察委员 去调查高雄如果有任何部署 有任何机关 有违法失职的地方 也不能干涉他去调查啊 换句话说 这跟城局做监察院长 有何关联呢 作为监察院院长 他既不能调查 他也不能干涉其他的委员去调查 那又不是他自己的案件 那这一点跟他担任监察院长 应该就没有所谓利益冲突的问题 跟你刚才所说的利益要回避 并没有关联了嘛 姚教授我也可以回应你一下 当然你这样讲 他本身没有调查权 他是主持院会 那其他的委员调查的这个案子 到最后都到院会来做投票决定 那错 这一点就搞错了 没有没有 院会完全不表查表决 没有一个案子 包括弹劾案 都是在委员会里面都表决就过了 纠正弹劾都在委员会 没有一个案子是在院会 院长主持的院会来做决定的 所以我就说嘛 院长他跟这一个所谓的个案的调查 完全无关 这是历年来的实务 所以对于监察 你刚才所说的 他不适合的原因是因为 高雄市政府跟所属员工吧 或者以前他的 以及主管 以及他的部署有这些弊案 完全无关嘛 这跟陈局是否担任院长 应该毫无关联啊 不过这个对民众来讲 是会有疑虑啦 那以过去两任的院长 包括王建轩 包括张博洋 他们在担任监察院长之前 他们担任行政机关首长 都已经超过十年之前 那这一点我 这一点对不起啊 我再挑战一句 如果照这样讲 中华民国没有人 可以担任经常院长 我就拿现在张博洋 他以前在做嘉义市长 嘉义市也有被纠正案 被弹劾案 如果是任何一个 包括财政部的 财政部的王建轩 财政部也会被弹劾 被纠正 中华民国没有一个机关 只要担任过市长 没有一个市政府 没有被纠正过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所有的首长 因为他的部署有事情 他就有事情 这就完全 不是 姚教授 张博洋在担任监察院长之前 的行政机关首长是内政部长 那已经超过14年 所以他在任内的案子 几乎都已经结案 这个王建轩 担任监察院长之前 也是超过十几年 之前担任过财政部长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点我又要挑战你了 你应该常常经过监察院门口 连监察院门口都有人 常常指张博雅 个人有涉及到 或者有他的机关 涉及到什么案子 都从来不影响大家质疑 我们在这里没质疑过 张博雅可以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资格 这是满足提名的 就可见其实你不能扩大到这种地步 如果你真的认为 陈居本人没有案件 他就没有任何回避 任何跟他机关 或者跟他所属有关的 如果扩大解释到这种地步 中华民国没有机关 是不被纠正过的 一年可以有数百上千个纠正案 那你想想看 那有哪个首长可以转任到 监察院当院长了呢 很少我们很少看到 担任行政机关首长 马上转任监察院长的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现在城局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文教兄 你们的路线跟诉求 还是会坚持是不是 当然我们还是坚持 他难道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吗 我要质疑的是这一点 专家学者这么多 像姚教授你没有担任过 这个机关首长 你来担任我都觉得你 你不会有案子 你不会部署有案子吧 对不对 他的部署有案子 对不对 那总是有瓜田里下之嫌 难道我们没有更适合的人 来担任监察院长 是 难道城局没有更适合的职务吗 今天他如果担任总统秘书长 或是行政院长 有人会抗议吗 我想没有人会抗议嘛 主要这个 他是一个监察单位 就是监察机关 行政单位跟 这个公务人员 他马上转任 这一点确实 让人会质疑 我就说你们继续还是不动口 还要动拳头吗 不一定啦 不一定啊 这个牵涉到战术的部分 还有阻碍哦 为什么要把助理拉进来哈 你们为什么要把助理拉进来 为什么 把国会助理拉进来 为什么 还有非助理的加入战券吗 没有把国会助理拉进来 这样子吗 蔡逸宇你不是有助理吗 在现场很明显 这些助理不断的泼水 而且你知道那个玻璃 你知道那个玻璃 玻璃破掉了是 是国民党破坏的吗 在玻璃破掉的时候 为什么所有的助理都往前面 往前面 这个蔡逸宇 吴怡丁泼水 这个我承认 啊你们的委员 五个委员 围着吴怡丁在指责 甚至动手 他的助理才出来阻挡 基本上后面就是助理泼水 然后助理在那边 打破玻璃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打破玻璃是国民党立委嘛 是你们的人 这个我也不 你看你遇到对你不定的 你就不讲 所以你的助理在推起的时候 你完全回不回避掉这块啊 不是我的助理 是吴怡丁的助理 吴怡丁脱水 这是事实 是范云被 陈雪生用肚顶后背 他 被斥责之后 他说用肚子不会怀孕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是今天的这个场合 这个我不在现场 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因为翻译说 你们国民党立法委员 陈雪生 用后面 从后面用肚子顶他三次 他转头去告诫他 结果陈雪生说用肚子不会怀孕 所以不是性骚扰 这个我没有办法评论 我不在现场 那你要问陈雪生啊 这个请你们就直接去问他吧 那郑宇翔老师您 从中我有个问题啊 您刚才说 赖正昌有些争议 但是被提名了 你们莫可奈何 那我就想问啊 在2014年的时候 国民党在立法院有64席 民进党只有40席 但为什么民进党却有能力啊 策反9席国民党 而且拉下国民党马英九 所提名的11个监委呢 在野党还是有能耐的啊 国民党是不是应该 用这样的方法也告诉民众说 哎呀有很多人支持我吗 在想办法 就把民进党所提名的监委 像过去民教一样啊 把它拉下来嘛 谢谢你给我的那个指教 这个也是我们的策略之一啦 并不是民进党每一个人 都会支持现在提名的每一个人 这个我知道 那这个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考量里面 我们会去努力 是好 这个战略不方便透露 那个维舟兄 坦白说今天你们用了那么多的社会成本 进行抗争 那我觉得总之要那个正当性 你到现在为止 我刚也没有插你的话 我也没有 我就一直在听你讲 你到现在为止 你没有讲出任何一个 足以让大家觉得幸福说 陈曲真的可恶 必须动用今天这样子 流血打破玻璃 毁坏公务破坏讲台 然后搞到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 到底陈曲有哪一项新的市政 他涉及贪毒 他十二不涉 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抗争 我到现在没有听出来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作为一个行政机关首长 马上转任监察院院长 来调查他原来机关的案子 好 维舟兄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过去小弟我也跑过监察院一段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说今天陈曲他是已经弹劾成案 我没有意见 你知道吗 我现在当任一个新北市议员 我自己在新北市就是在野党 我其实也有一些抗争手段 但是要合乎正当或者比例原则 你知道今天在监察院 我可以随时 例如说假设林维忠 你今天当新竹县长 我随时我可以去监察院 这个检举你 去澄清你 监察委员只要一接见我 一成案 这就成案了 我知道 这个我们都了解 所以对考间大家都在谈 我随时可以讲你十个案子 二十个案子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说陈曲因为现在有案在监察院 所以他不试任 你觉得人民会接受吗 我只回应你一个问题 刚刚我已经讲过 难道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权吗 我们中华民国 你可以在国会殿堂 把他问到岛 问到说 人民觉得说真的不适合 真的你临危咒比他更适合 对不对 那你就在国会殿堂问他嘛 你这么大的抗争手段 这么强烈的抗争手段 你为了一个 你自己都讲不清楚的一个理由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我讲得很清楚 是你听不清楚吧 我讲得很清楚 你现在我就讲了 我现在随时可以去监察院 随时提十个案子 五个案子都可以 监察委员 我只要找职日的监察委员 他只要接见我就成案了 柯文哲也很多案子 然后朱立伦也很多案子 我说是啊 但是他们有要去做监察院长吗 人家没有要去做监察院长嘛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全中华民国台湾 有哪个行政首长 有哪个行政机关 没有一个唐和安 各县市首长 你去找 假如你是15年前 你举一个给我就好了 你当问过首长 你的案子都结案了 有罪没罪 这不是结案不结案的问题 你不要回避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现在随时可以去监察院 你检举你临回舟 五件或十件都没有问题 我知道 所以是个监察院 这是个监察院 我们过去对观众也很不满 我们对武警也很不满 因为观众过去的党性太坚强 可是我们有这个破坏桌子 然后用肚子去顶那女性立委的这个后背 然后还在那边讲这样话 如果是事实 就不适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他现在还有案子在调查 我完全不能想象这个意思 他要离开一个市政单位 要离开十年八年十五年 然后你就觉得他就完全适合 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监察院长的认知呢 他的案子就要厘清了啊 不见得啊 他当时的案子就会厘清嘛 这一点我又要稍微要调整 到底能不能谈和 能不能调整就厘清了吧 台北市政府包括郝龙斌 马英九十代的案子 都有啊 还是有的 不是没有的 还是有 所以可见你 就算拉长了八年十年 不见得清案 最少会比较清楚吧 好 国民党的路线如果再持续的话 重点是可不可以赢得人民的赠同 非常谢谢 还是让人民来做裁判 ok 这是重点 谢谢韦正兄 波容跟我们进行联系 谢谢 来 加上我们更多讨论了 这是为何而战 但是你今天如果看到 汉光开打进入第二天 他们所战的是 面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蔡英文总统呢 特地在脸书PO出了 这是连兵营的影片 在连兵营所编程后 第一次投入的汉光 一个验证 联兵营拥有各种的步兵 装甲还有像是飞弹编制等等 还能够联络海空军来支援 一个营就能够作战 第二天的三军更是全面动起来 不仅在宜兰 有军车开出了营区 执行战力的防护 海军更是紧急出港 研判要执行是飞弹射击任务 空军执行联合的防空任务 要模拟就是捍卫领空的作战科目 来看这个大现场 从海空军支援到步兵作战 联合兵种营在这次 和飞弹编制还有海空军联络官 随时让战机战舰支援权限 一个营就能作战的概念 在联兵营中整合战力 612飞弹巡逻舰 蘇澳军港各型军舰紧急出港 包括景江级光六飞弹快艇在内 出海作战准备射击熊三飞弹 要执行集成法舰的任务 海军总动员陆军同样也很忙 过去 1 2 3 包掉包掉包掉 蓝阳指揮部派出军车直接开到马路上 离开营区寻找掩护位置 避免第一时间被敌军殲灭 在宜兰啪啪噪更引起民众侧目 空军战机前一天完成疏散 漢光第二天马上扛起防空任务 包括IDF幻象战机紧急起降 地面还有麻雀飞弹 负责野战防空任务 漢光开打三军全部动起来 要完成各自的防卫任务 三天新闻吴山兵王国瑞先碰哲 宜兰台北报道 三峡大坝 是不是真的在位移当中 而习近平所认了 有三千多万的居民的受灾户 看起来这个灾情 防循状况进入非常严峻的时刻 那我们要看到的是 他的位移 在台湾有新建 降经验翡翠水库 特別邀请到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 建筑学会的理事长余烈理事长 来到我们现场来看看到底 危急到有多么危急 在我们现场当中 除了立法院打群架 到底为何而战 但是你相信之下万安演习 立法院有万安演习 这样的万安演习 到底谁是赢家 可是在今天下午一点半 也有万安演习 搭配整个漢光演习 怎么样看台湾现在面临的最新情势 为你邀请到有前空军副司令 张彦廷将军来到我们现场 张将军晚安 大家晚安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大哥 大家晚安 好我们先请教是张将军 昨天在讲战力保存 而今天的演习的科目到底怎么看 怎么一大早又是看到天干机 又是幻象又F16 纷纷都在所谓的起飞 就传达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我们都知道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 在战力防护的时候不要忘了 空优的争取空优的巩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一大早 这个战这个战斗机起飞 包含现在画面上的幻象 还有现在的IDF的飞机的起飞 他就要争取空优 在争取空优的状况之下 才能够发扬后续的战力 战机摆在地面上是没有任何战力 一定要起飞要升空 我们以前的要求的训练 三分钟就要紧急起飞完毕 接到命令三分钟飞机就要离地 完成升空的准备 然后这个升空去作战 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下一张的时候 这是飞行员在起飞的阶段 在整个坐舱的操作 我们知道飞行它是很复杂的 大概一个科目完毕 大概已经做完一千项到两千项的 各种的动作跟反应 它是非常紧凑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 他这个战力防护 战力保存 但是在空优上面的制空 我们可以从两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就是在以阿战争 以阿战争以色列先充分的掌握制空权 把阿拉伯国家的一线的机场 把它阻绝 把它轰炸 把它反制 质押完毕 没办法升空作战 变成以色列掌握制空 就后续的陆上的作战 它完全胜利 第二个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 就是在这个越战的时候 越战的时候 几乎美军掌握了很多的空优 所以造成北越的部队 非常大的伤亡 非常大的伤亡 可以知道 空权的作战没有空优 你后面的作战是非常难 那我们今天的台澎防卫作战 空优也是第一首要 因为在台湾海峡的距离 非常的短 它只有窄的地方只有70海里 大概130公里左右 大概战机过来 大概七分钟就到达台湾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战机的 我们知道是全天候作战 不分白天 不分晚上 所以它是佛小出击 它五点半起飞 大概飞行员三点半 还有地勤人员三点半 大概就已经起床 在做飞行前的作战准备 是 今天演习的课目当中 还看到了AAV拐是不是 这个突击 这个两栖突击车 看到在海中也能看一下 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巡防艇一样 可是一到了陆地之后 哇 那整个战备跟武器 看起来是非常吓人 这个演习的课目 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 对 我们可以知道 AAV拐是两栖登陆 他两栖登陆 这个在归附作战的时候 AAV拐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武器装备 他可以承载二十一个人 就是全部武装的 他可以在海上 我们看海上 他只露出这个一点点 一上路的时候 哇 这个飞机 这个登陆艇 海上看起来一副像 像橡皮艇而已 对不对 对 一上来之后 他又有装甲的能力 他的火力又强 最重要他还有二十一个 全装的战斗人员 所以他不管是在 反登陆作战也好 登陆作战也好 归附作战也好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气 所以他有这方面 有做一个展示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汉光演习有验证的 就是一个联兵营 联兵营 美国已经行之有年了 我们是在2019年 去年的时候成立的 今年做验证 最重要他有反装甲 他是布 炮 装 布兵 炮兵 还有装甲兵 他合成的 他除了合成之外 很重要的他就是 具有反装甲的活力 还有对空的 尖射的 短程的防空飞弹 做区域防空 做一个要点防空 也就是一个野战防空 他有反装甲 又有防空 另外一个他还有狙击 狙击组 大概狙击班 另外一个还有 无人遥控的飞机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战场情报的传递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联兵营的验证 他可以知道 我们联兵营 他强调的是机动力 我们知道 兵贵神术 未堵巧之久也 机动力的做 是战力发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联兵营还有一个需要克服 就是后勤补及的能力 要快 因为他的机动力很强 后勤补及线能不能跟得上 这个是联兵营战力发挥 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他上面还有两个军种 包括海军的联络官 包括空军的联络官 会有飞战机在地面做支援 对敌人 敌军做质押作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联兵营在这次验证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气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联兵营他很简单 他有装甲 他的装甲跟步兵 两个集合在一起 他进行战车的炮 射击的训练 他活力很强大 他还有反装甲的火箭 所以看到他是非常完整的编装 这个在不是光是美国 包含我国 也包含西方国家 已经都进入联兵营了 也包含对岸的中共 他也有联兵营 所以联兵营是个趋势 那这一次在今年的 旱关36号演习 联兵营做第一次的 石兵的验证 我们看他多少战力 另外一个 从演习当中 把缺点找出来做改正 另外一个 要修正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也就是SOP 你这样子的话 整个联兵营 他整个战力的完整 战力的发扬 以后他整个激动作战的 他的这种战力有多高 可以做个评估 石兵的演练 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昨天特别提到 这一次20万的国军大军之外 后备军人 动员的有200万人 后备军人 有200万人 人力的补给之外 物力的补给 还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张耀军 后备动员是非常重要 这个战力的发扬 我们知道同心演习 就是做一个后备人力的动员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物力动员 物力公园包含车辆 也包括这些 我们所讲到的 包含医院的院所 也包含的怪手 包含跑到场修旧的 这些的 这些小三猫 大三猫 还有这些寝卸车 大卡车 通通出算物力动员 里面的药像之一 甚至到海上的这些船舶 民用的船舶 都要被征用 还有民航 民航机 民航公司的这些运输机 在作战的时候都要中用 要化民力为战力 这就是全民国防一个很好的诠释 不是只是光军人打仗 当然我们知道200万的破备军人 他不是全部都着急 他逐次动员 最早 最进退的最先动员 然后一次到最早退的 他变成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战力 我们知道打仗就是 我们现在众生有限 那我们就是在重臣拦截 逐次摧毁 到最后敌人没办法上海 是 这些发掌 发掌的宝贝 对不对 发掌的宝贝 发掌的宝贝 我们一起去找自己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站在一场主席台 中气十足开呛绿尾 环顾整个一场内 就他打扮最袭击 不只头戴单车帽 还搭配袖套及手套 一身突兀的单车禁装 难不成委员不小心 跑错场 头很大不容易被夹到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这连受访也没卸下装备 陈玉珍说要保护自己的 生命安全 或许不只是要预防 蓝绿攻防 毕竟连他自己想坐上主席台 都差点摔下来 一跑蓝尾急着上前服务人 好不容易坐稳了 陈玉珍负责守住一场 边吹冷气边发呆 但坐久了也会累 陈玉珍又有心花招 掌人搬张大床 直接摆在一场内 民进党立委郑运鹏 还加入帮忙组装 把国会殿堂当成自己家的 不只有他 郑立文甚至把鞋子都脱了 直接盘腿打坐入地 一场内冷气大放送 林德福就算没床躺 也直接在椅子上糊糊大睡 就怕大家累 曾凌宗还贴心发咖啡 蓝营立委 人手一杯咖啡各种放松 此时高嘉瑜却开始大唱 三天三夜 被封为港湖胖虎 高嘉瑜想用歌声逼退蓝尾 但国民党不为所动 双方继续在一场僵持 蓝尾二度占领一场 不认识单车装 铺床打坐还是各种睡 看起来打算 长期抗战也没太多抱怨 毕竟这回有冷气吹 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民进党女立委范云比起后背 书在跟蓝营抢主席台的时候 明明两边还很空 国民党男立委陈雪生 却硬要卡在她背后 还用肚子顶到她至少三次 她大概至少有顶我三次 是用她的肚子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立刻抗议 我说陈雪生委员 这是性骚扰 还用这种轻蔑的语言 说这个行为 除非我能够证明有怀孕 否则就不是性骚扰 那我觉得后面这个恶劣的态度 是我更生气的 这是一个恶难的行为跟态度 那我们不应该姑息哦 看看现场照片 范云上半身靠在主席台 陈雪生站在她的正后方 而且显然靠得很近 因为陈雪生的手 还得靠在陈以姓李德威肩上 才不会站不稳 范云马上抗议 这样算性骚扰 也要求在场 蓝营男立委帮忙性评教育 但没想到陈雪生的回应超夸张 我不是恶死鬼哦 互动一个玩笑话 不是干什么 谁拘扰他 要把自己脸上帖子疯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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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他 十如大地空中浪 那怎么看今天同步也有万安四十三号演织 我相信所有客人朋友你的手机在一点半的时候应该响了 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今年因应这个疫情演习不实施疏散人跟车等演练 为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整个的民生的设施 他这个如果要在短时间的做停顿的话 或交通做管制他可能影响的非常的大 那现在做一个这个是演习这个程序演练 我们知道防空警报发放就是说 有来自于空中的威胁来了 空中威胁大概有两种 第一个导弹 飞弹 巡运飞弹都过来了 第二个战机过来轰炸了 那我们知道有这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进入防空洞 要掩蔽 要到地下室 做一个战力保存 同样的 这所有的这个部队当中 他已经有空中的威胁了 我们平常他都要先做好 隐蔽 掩蔽 伪装 地下化 分散除置 使战力的保存能够发挥到最大 那现在来自于空中导弹的威胁 还有空中战机的威胁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做哪些的隐蔽的措施 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 同时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有伪装 伪装网 他除了伪装之外还有红外线 你伪装的话看得出来之后 他有的红外线 就是合成空气雷达 他就穿过伪装网 知道你这个伪装下面是假的 所以这伪装还要进化 他除了这个伪装网之外 他还有金属的反射 让你知道这个东西还真的是真的 其实他是假的 这就是个欺敌 欺敌很重要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善用兵者动于九天之上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你能够战力能够保存 你才能够战力做发扬 才能够发挥台澎防卫作战 最大的战力值 这是应该汉光演习的最重要的目标 好 那我请教的是这个石板先生 在港版国安法在通过之后 其实全球的媒体似乎都共同做出这样的预测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拿下台湾了 可台湾能够丢吗 怎么面临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国际局势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近一年 是在国际形势上 就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那么我在东京来看台湾的消息 我先到台湾以后 东京让我写文章 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 平常台湾的文章 就是我们自己记者去找一些文章在写 但是这个一定要写的话 一个当然说是一月份的总统大选 但总统大选的话 我们关心的不光是日本媒体 全世界媒体也是在历届总统大选中 这一次是非常注目的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渗透 就是说有个王立强案出这以后 中国台湾怎么防止中国的渗透 这个攻防是我们外国媒体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选举 然后第二个就是防疫嘛 台湾防疫是全世界非常成功的 这个东京也让我们写文章 但是防疫的我们的重点是 台湾有没有参加WHO的可能性 也是和中国的攻防在里面 还有一个呢就是罢韩 那么我们外国所有的外国媒体写罢韩 跟台湾的媒体角度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看台湾有没有清除 这么一个中共的代理人 从这个角度来写 就是韩国瑜他自己做过的 他人做过哪些政策 他有没有实现这个出开选举 没有违反跟高雄市民的承诺什么 这些我们都不关心 我们只是把它定位于一个中国的代理人 那么这次的汉光演习 是第四次等于说一定要写的文章 那么汉光演习大家都知道 已经持续了三十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呢和每一次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于这一次呢 台湾的信息就是说中美在完全对抗的时候 台湾到底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汉光演习它最大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中国长期的以武俱统 靠武力我们拒绝你的统一共识 那么这个东西呢并不是光向中国表示 而且也向美国表示 而且呢向台湾国际社会表示 向台湾的民众表示 现在这个政府的决心 那么也就是说呢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 那么中国对台湾的攻势是非常强 大家看到中国的飞机 不停地骚扰台湾上空 这是近年来少见的 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当然说 也是出动的非常频繁 但是这时候台湾自己 它要做什么 这个信息就是说 人自助而后天助之 台湾要自给自强 这个时候呢全世界国际社会呢 才会帮助台湾 所以说呢我们观察台湾呢 其实呢参观演习我们观察有三点 这个也是可能跟台湾的媒体不一样 第一呢是美国的介入程度有多少 水面下一定有很多介入 美国今年已经七次 最近几年已经七次卖给台湾武器了嘛 这些武器美国到底有介入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台湾的首脑 包括军方的首脑 包括政府的首脑 向国际社会发出什么信息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到意思是什么样 第三个呢就是说 这次演习之后 中国有什么反应 这都是我们要观察的 是非常好 也是因为透过了像国际媒体 像石板先生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思维 那我请教是张承 前雄山飞弹总统是 三型的防空飞弹 会进驻到木炸呢 为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国家里面 爱国者飞弹的部署 主要在三个都会区 台北台中高雄做都会防御用的 那在台北很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某种程度叫做反斩首 就是首都保卫战 那首都保卫战里面 在我们 我们在对中共所可能发生的想定里面 在还没有做真正的兵力接触之前 他们第一步会做的事情 一定叫做万弹齐发 就是上千上万的 也没那么到上万 上千的弹道飞弹来攻击我们台湾 攻击他为什么呢 一定是重要的军政设施 那我们在台北所部署的 三个爱国者飞弹年呢 其实Google Earth 都是要在哪里 也就是说那些位置 早就被中共锁定了 换句话说 在我们知道说 对岸要开始有所动作的时候 我们昨天所演练的 所谓的战力保存 战力皇户中间 就会有一项 把爱国者飞弹年 从阵地里面移出去 移到哪里去呢 移到一个战力保存的地方 战力保存之后呢 就是要火力发扬 火力发扬什么 要回到他原来该担任的任务 就是保卫台北都会去的任务 好 那在哪边保卫呢 在我们平常在做军事规划的时候 爱国者飞弹年有几个 他所谓的机动阵地 我们都规划好了 平常我们不做任何动作 我们只在基地里面演训 但是到了汉光演习的时候 我们就要验证 我们机动到 我们把爱国者飞弹年在战力恢复的时候 激动到哪个阵地 到底状况怎么样 像去年 我们在大直的河滨公园做战力恢复 今年我们旋转木炸动物园 看起来木炸动物园那个地方 好像也不怎么样 只是一个空空的停车场 但是不要小看 如果对于爱国者飞弹来讲 他如果他主要任务是防空的时候 那个是个绝佳地点 因为易守难攻 那这边我想提一件事情 很多的 上次有这个朋友问我说 爱国者飞弹 跟天空飞弹 到底在我们国军里面 怎么搭配的 爱国者飞弹 可以激动进驻 天空飞弹可不可以 我想在七月一号 有一个新闻 在台东 有老百姓在路上看到天空飞 天空的发车在路上跑 就很惊讶拍了影片 拍了照片 我想有很多国军 很多事情是可做不可说 我们天空飞弹 有没有激动的人力 我想今天下 刚我在上节目前看了一个新闻 我们今天在台中青泳山基地 就天空的激动发车出现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国人 天空飞弹跟爱国者飞弹 都具有激动的打击 防护能力 那天空飞弹跟爱国者飞 我们要做搭配 我不讲防控的部分 我讲反弹道的部分 我们只看数据 爱国者飞弹 他的拦截弹道飞弹高度 约落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以上给谁 就是给目前的天空三行 大概可以到四十公里 如果大家注意到前一阵子 有批漏一个新闻 在台东有无限高的测试 那个时候配合着天空 配合着中科院所发布的 其他的新闻跟媒体的报道 我们很清楚 中科院正在研发什么 到七十公里高的天空 天空三行真成型 也就是说 对拦截弹道飞弹而言 爱国者飞弹 跟天空飞弹是互相搭配 互相掩护的 你看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因为有一连五天的时间 就是汉光三十六号演习 所展开的时兵 时代的操演 那当然这是一个国防 必须要去面对 但演习为什么 面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这个政权是怎么样 只要政权不要命吗 不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今天特别邀请到余烈理事长 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所谓的下令封口了 疫情不能够讲 现在连水患通通不能够讲 是这样子吗 长江的防训人员的撤离令 在今天曝光了 来我请教是余烈理事长 三峡大坝所谓的告急 到底有多严重 我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是 就是昨天晚上到清晨当中 一直值得关机的消息 就是这个大坝 三峡大坝它的一个监控 尽量可以停摆六个小时 包括了长江的中下游 包括了南京也危险了 这是在昨天晚上一方面 长江流域它持续遭逢到暴雨的清洗之后 洪水逐渐往下游去推进 所以长江三峡大坝的一个水情监控资讯 竟然昨天晚上突然间停摆 到今天凌晨两点多钟恢复正常 但是停摆的时间竟然长达六个小时 来余烈理事长怎么看 知道今天坝高三峡大坝有 高度有181公尺 我们的翡翠水库的翡翠大坝有122.5 当然两个水库是大坝间小坝 等一下我会两个水库做一个比例 因为我当年在民国73 74 75年 我在融工资我投入了翡翠大坝的兴建 刚刚曾老师提到说它到155公尺 其实这些甚至你到了170 180 都是在我们设计的容许方位 但是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地震裂开了 或者今天富士林还有灰弹官都在 我是担心的是什么 一个灰弹打上去就完了 其实三峡大坝我们今天看到 都是这样淹水 所以几亿的人口泡在水里面 大家担心了 每秒8万立方米 8万立方米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个蓄水量总共有393亿立方公尺 我们回水库只有十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我们只有四亿六千 4.6亿的立方公尺 所以是差别很大 这个三峡大坝投入了2000亿的人民币 等于一兆台币 后来增加到5000亿 第二个part 讲说三峡大坝在2003年 在蓄水以前总共80几条裂缝 其实这个裂缝都不叫裂缝 叫做混凝土在硬化过程 你知道我们做这个毁碎大坝 我们在两岸设了什么 制冰场 因为混凝土打进去要凌解以前 它会有水化热 那时候如果温度没有控制好 凌解的过程就会有裂缝 就像三峡大坝 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地方 那裂缝都是非常维系的裂缝 我们是必须要做到天立无红 那三峡大坝是真的变形了吗 因为中国的消费师说是Google的问题 是真的变形了吗 真相是什么 我不认为它是变形 那么像我们翡翠也是一样 我们看起来这是有曲线 其实它的变形是在垂直面 受压力 这是净水压 我们翡翠也是有几公分 两三公分 当满水位的时候 那水位退下去它会回来 它是允许设计上允许的 所以不太可能 这个应该是摄影 或是电脑技术的问题 如果真是变形这么大 这种比例放大 它老早就垮掉了 所以你认为三峡大坝不至于溃体 现在其实最危险的就是 下游的淹水的问题 还有永远教授一直在谈的 上游有一亿人口 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政权 处理这样的水坏 实在真的有不同的方式 有点点夸张 但是情势还在演面当中 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新档架 我们再会